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人生向往成长 那一定会有很多的发展机会 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 和各种各样的技术精英们对话 上次除了教会我技术知识 也对我推行项目给予了大理的支持 这是一个充满了宽容和信赖的地方 即使是新员工 也能够独立辅助整个开发流程 一年之后 在日本取得了大量收获的我 作为项目主管 回到了中国的技术中心 对项目主管的要求是很高的 技术力 交流力 不同国家不同工作风格的理解力 只有客服的压力 项目成员才会跟着你 事情才能够做好 不过就证实这份工作吸引我的地方 活用在日本学到了东西 就一定能够实现电装风格和中国风格交融的开发 仪表作为一个出发点 需要经常从最终用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扩大自己的视野 要造出完美的汽车 就必须先要造出完美的仪表 循序渐进 有一天我要成为能够构筑整个汽车系统的人 改变中国的汽车社会 改变人们的环境意识 增加能够共享这一理念的志同道合的人 这就是我所想的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